那夜凌晨 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软 零一 上班 下班 回家 一幅一刻板的生活 令我有时会想 往后的人生是否想继续这样度过 这个问题 可能很多人都问过自己 不过有多少人会有答案呢 大部分问得这个问题的人 都好像不会急着去找答案 因为大家都觉得往后有大把时间 而我 就是这个大家里面的其中一个 我都以为自己会有大把时间 大把日子去慢慢计划 那个都不知道值不值得我去计划的人生 直到我遇上这件 改死我一生的可怕事 看着啊 什么啊 我都没在意你看看我 多清醒 清醒过你一定清醒过你 行了 全世界最清醒的是你了 为什么 喂呀 过来帮忙吧 你一男一女是我的舊同学 都很久没见了 今晚约了他们在旺角唱卡 可能太久没见了 聊聊天唱歌喝酒 五觉五觉就搞到半夜了 本来见回这么久没见的朋友是开心的 唉 不过想到明天又要上班 又要给老板 喂大哥啊 你别想着想事才行的 你不要想事 帮忙扶他上的士啦 的士的士 我叫我叫我会叫 的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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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喂 那我先送他回去吧 喂 田田吧 嗯 好啦 看着他啦 去哪里喝东西 行了行了 你快点说 行了 去呀去呀去呀 司机 开车啊 麻烦 看着他们两个坐的士走了 我都慢慢走到小巴站乘车 同学当中就只有我一个住在新界 所以每次约到他们 山水之后我都是要自己坐车回家 看下标 唉 都差不多凌晨两点多 平时这个时间 不想打的 要么就坐通宵巴士 要么就亡命小巴的啦 我想快点回家 所以今晚我选了坐小巴 喂 不用看啦 后面没位的啦 只剩下前面的牌猫位 坐上来啦 上多个就开车啦 唉 其实我不喜欢坐最前排 比起平时的话 我会下车等下一架 不过今晚太累了 隨便啦 我想快点回家 司机 收钱啦 好啊 我坐在最前排 靠窗那边的猫位 看着外面的街 我看到很多夜总会宣传街贴 上面印了那些 对波大过我那头的AV女星那种呢 一样一样贴在小巴站附近的几床 平日走过人来人往啊 别说看啊 我连停都不敢停低 不过 夜难人症 坐在小巴里面 又好像没人留意到 我欣赏街贴上面那些 Model他们的完美body比例 忽然之间 我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飘过来 起初我以为是我呆望着外面的街灶 看着有些精神错乱 回过神 看过旁边的位置 我见到有个女孩坐在这里 以港女的质素来说 她也算有70分 首先略带Isabella那种青春 又有少少流心油的古典味 而最重要的是 她有唐泳诗那种girlfriendable Oh I'm sorry 最近看得明珠台太多 不小心说了英文 我想说她有那种女朋友的味道 我知道 说到这么索都才得过70分 我承认 我对自己的审美是很有要求的 上门啦 我现在在旺角起飞 旺角起飞 旺角起飞 小巴既然已经起飞 我想我自己都应该可以很快地回到家 不过这一刻 我又很希望小巴可以飞慢些 等我可以坐在这位70分的女孩隔离 坐多一会儿 但是我怎么都想不到 本来以为好幸运上到这一架小巴 到最后我才发现一件恐怖的事 慢慢逼近 故事Mr.Pizza 改篇剧本 Karen 那夜凌晨 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步的红温 零一 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步的红温 零一 我坐上了旺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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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我自夸 这位去大埔的红人 我一年至少回答他一百几十次 致命都有一些品味的我 直接在电话里 有一个命名为Midnight Express的playlist 是专为这条亡命小巴线而设 全部都是适合的快歌 听着sky哥哥那种可以说是介乎在讲话和唱歌之间的独特唱腔 我看着窗外所有东西倒退 享受着小巴那种不要命奔驰的快感 又要有美派 挑而见解 不想性格 只想感觉被放大 愤怒压戒 万人莫拜 赞中我的伟大 梦man 说一声走完窩打路道 转了上天桥 准备入狮子山隧道 大概因为车速太快了 本来完全投入强精之拍的我 在入隧道前的一个弯位 被旁边那位姐姐仔的手肘撞一撞 我不觉意又看了他一下 打从他上车之后 我久不久都留意到他 在手机上不停打短信 我想他大概是同条仔玩WhatsApp 我曾经听过有人叫亡命小巴 飞天棺材 因为那种玩命的速度感 不说大家以为司机 真的想车上所有人上西天 不知为什么 今晚坐在红车上面 我有种很不安的感觉 是什么 我又说不出 话口未完 姐姐已经穿过狮子山隧道 不想一切 只想一秒被放哀 是啊 Yuki叫他 叫他快点叫我 再不回应 以后也不要回应 我听到旁边的女孩 终于忍不住打电话给她 这个时候 我偷偷地 暗停我的生活态度 想听她说什么 喂呀 你去了哪儿 WhatsApp你又不回应 打你另一个电话 又飞招台 我已经留了很多短信给你了 BB呀 快点打回我 喂 听不听到啊 喂 大舅 高佬杰 有没有人听到啊 喂 没人听到阿基啊 喂 你不是说打给阿祖的吗 打不通啊 你打不打得到啊 打贵吗 即是十几个短信给她 都没有回覆过 他是不是露啊 又说一起去看球 又厄够了我们进牛尼大埔 又不听电话 正仆街啊 真是说你啦 这傢伙也蛮神神花花 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玩东西 想让我们飞机是真的 喂 喂 不要说那么多 立即打一次给他 后面一男一女 你一句 我一句 我越听越寒 这个时候 红van来到套路讲公路 首先在这里 我要先讲一讲 有坐过这条小巴线的朋友 或者会知道 这辆红van一般是不会使上套路讲 而是行司机行家 称之为舊路的大埔教段 而最令我震惊的 不是司机改行车路线 而是眼前的景象 说实话 你觉不觉得今晚好像没什么车 什么呀 你说什么呀 你先看一条街 一辆车都没有 喂喂喂 这件事真的有点恐怖 你不要 慢着 你不要生人不生胆 不要自己先嚇自己 晚点当然没有车 不是啦 我们的车打同思想出来之后 好像没有见其他车 好吗 后面那位姐姐仔 真的一点都没有说错 我依稀记得 在思绪里面的时候 有几架车爬过我们头 另外 我还记得好像有架通宵巴士 跟着在我们尾 但是一出了思绪 转了个弯 那些车好像消失了 之后由沙田园落去大埔 我一辆车都没有见过 你看你看 那辆车走了这么久 一辆车都见不到的 喂喂 你不要在这里自己嚇自己 很害怕 你冷静一点 等我问问司机 喂司机大佬 为什么这么晚一辆车都没有 怎么不认知呀 他不是不知道 是不敢承认 在街上 不要说车 连人影都没有过 你不是身处在现场 你是不会明白 现在小巴上的人 有多恐慌 如果我们在拍NOS 那类的美食剧集 大概在这种场合 某个人或者会说一句 Guys Where is everyone 不过 就如这一段时间 只看明珠台的我 都没有心情在这个时候 说完这些无聊的剧 我只知道 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 好像在前面 等我 等我 故事Mr.Pitzer 改篇剧本 Karen 那夜凌晨 我座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鸿鸣 零三 我座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鸿鸣 我座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鸿鸣 凌晨 你閉嘴吧 你別說話 你冷靜一點 那是嘛 他臭街開著這麼大的車 你看到嗎 剛才我們經過的室內 裡面都亮了燈 不過沒有人 你拍戲嗎 你別吵 我試試打給阿祖 可能很快就找到他 車上個個都不敢出聲 有些甚至連眼睛都不敢擦大 看波南繼續在車上 不停亂爆粗 而兆巴佬繼續瘋狂地 在廣福村道繞來繞去 終於繞了十多個圈 他相信馬路真的沒有車沒有人 在廣福道停下車 車上所有人一片死直了一段時間 而我終於忍不住 站了起來 各位 我想走下車看看 你們有沒有人想跟下來 慢著 外面未必安全的 蛤 未必安全 你們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 叫做 I am legend 我懶惰 我懶惰 I am legend 是一部末世片 說有個人起床 發現世界所有人都不見了 自己是城市裡唯一的生還者 我覺得現在有點像我們現在的情況 現在有點像我們現在的情況 不過去到最後 原來說全地球所有人都中了一隻毒 全死了 九成的人都死了 只剩一成的人就變了怪物 總之 他就是legend 那這樣吧 嘩 這四眼妹是不是騙了東西 說話這麼語無論 喂喂 這四眼妹 這個真的沒得撐 你現在真的在拍戲嗎 老實說 看到現在這個狀況 都已經夠難以置信了 實驚無神有條女 說了什麼 I am legend 除了笑咎之外 都不知道可以給什麼反應 沉默了一陣 原本坐在體邦南後面的一位哥哥仔 終於打破沉默 嗯 你這個說法呢 說不通的 我記得很清楚 在我們出隧道之前 旁邊明明有兩輛私家車 過了我們頭的嘛 是不是 而我們後面 又真的有一輛巴士一路追上來 你說是不是 只是不知道做什麼事 一出了獅子山隧道 這些車全部消失了 換句話說 就是出隧道那一刻 一定出現了一些問題 你們玩電話那些人 是不是一出隧道就打不上給人 喂 這傢伙好像不是吹水 我們剛才不是打不上給阿祖的 喂 那你現在吹什麼都可以的 那 呃 你說 你說這裡沒有人 沒有車 那些人去哪兒 為什麼又打不上給他們 哼 我一早就預料你們問我這些問題 你們有沒有想過 其實在我們出隧道那一刻 那小巴就發生了意外 我們全部人呢 死光了 對於阿哥仔的看法 我一點都不覺得詫異 起碼這個的確是可以合理解釋到這一連串不合理的現象 不過合不合理和接不接受不一定是畫上等好的 車上面的人聽到阿哥仔這個說法之後 面上都好像作著 什麼話我死了 這五大隻字 屌你老味啊 你這傢伙在說什麼啊 我走去紅軟成二十年 更邪的東西都舔過啦 一覺睡醒不就沒事啊 你這傢伙亂夠那麼噁 馬上全部跟我下車 喂 不行不行 大家都不要下車住啊 我們聚在一起等到日出 怎樣都安全一點啊 是不是 我承認我跟阿哥仔一樣都是摩擦力很強的人 不過他比較喜歡搏出位 我某程度上覺得這傢伙慶幸今晚發生這件事 好讓他可以充當一個領導的角色 當這班人在車上面 你一言我一語爭拗緊應該落車還是留在這裡的時候 我不停敢試用我的電話打給阿姨 我的女朋友 現在不能接聽你的電話 打了很多次都是不通 到最後 車上面的人決定分道揚鑣 我選擇在廣福道下車 同行的還有Yuki 四雅妹 一個好似堆了東西現在釣引的白粉佬 和體幫男體幫女 安全起見 臨下車前 我們所有人交換好電話 打算有什麼事 大家都還可以有個照應 下車了 小巴佬拜拜都沒聲 給朋友就走 轉眼 尾燈都見不到 白粉佬首先開口說自己趕著回家有事做 隨手指著廣福里的一棟舊樓 就說自己住在那裡有什麼打給他 Yuki仍然不停地打給自己的兒子 我也有拿電話出來 正當我再想按那個REDILE鍵之前 忽然想到 咦 打不通電話 可以試一下上網 看看有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剛剛想按下去Safari的Icon那裡的時候 我就聽到後面的四眼妹大喊 喂 我找到了 我終於找到這個網站 原來還有更新的 我們可能有救 有救了 今次 故事Mr.Pizza 改編劇本 Karen 那夜凌晨 我再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瓶 03